中国现在我们到西方去看看英国的局势 因为这名首相上任不久 现在就面对到一个很大的危机了 当时特拉斯就是竞选所谓的保守党的党魁的时候 就已经跟大家预告了 他接下来会做的一系列的减税的方案 当时许多伦敦的财经专家就已经有警告 就随着你这样大量的减税 你的政府可是被收录就少 你会进一步的就是让投资者失去信心 但是当时特拉斯的主要的诉求 就是说减轻民众的生活负担 有些东西要来了 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津贴 就有点像我国这样子 就降低税 然后有一些现金诸如此类的 应该是全民欢呼的 对对对对 但是你看同样的东西发生在英国和发生在我国 差别就非常的大 主要是英国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体 而且背后有英镑 所以当9月初的时候 刚刚就是结束了英女王的国葬以后 特拉斯就信心满满的 让他的财务大臣 Quantum 来宣布了他这个所谓的取消散调企业税 以及降低所得税的税率 以及一系列的就是 立民的这种所得税的这种方案 或者是补贴 马上就引起了这个 投资者的那个担忧 一下子呢 在最近这两个英镑的那个 那个币值一直在掉 而且呢引起了这个债券市场的巨大的重荡 巨大的那个震荡 还要迫使央行出手干预市场 这个东西呢就引起了 马上就引起了政坛上的这个 就是反对声音吧 所以经历了英国非常的热闹 就是你们回去看英国报 那个报章的话 这两个礼拜就各种各样的 就是我们的政策U-turn 这个马来西亚很多 政策U-turn 对他也政策U-turn 首先他就原来说他要下调 这个最高蓄率的 马上就说我不下调了 我不下调了 那当然民众的感受又是一回事了 你明明说你要给我立民的 又没有了 现在商界的这个震荡 你又扛不住了 然后你说你就不下调了 原来说是要就是 就是说要把这个企业的所得税 从19到25%的这个征税方案 给否决掉 但是阿渝这个压力太大了 他又保留了 就是企业征税 他又多了 原来减税的 他又加回来了 面对着这两个U-turn 当然首先就是 他刚刚上任不久的财务大臣 他就被他辞退了 以向他的财务政策的一种 就是负责的态度 所以他就造成了 这个才上任不到两个 才上任不到一个月的财务大臣 就这样就这样离开了政坛 不过他还是国会议员 那以此同时 就引发了一个重大的一个政治危机了 就从来没有这么不得人心的首相 在上任不到两个月内 就引起了这么大的政坛的风波 尤其是财政上的政策 引起了无论是党内人士的批评 也引起了党外的政经界的批评 然后特拉斯为了这件事情 已经道歉两次了 他也承认说 是我原来想要采取的行动 是想要让民众能够pay the bills 我想要支助你们 但是我走得太快 太急了 所以我很抱歉 但是我觉得这个抱歉 已经有点点慢了 因为伤害已经造成了 就作为一个就是首相 你才上任 一开始的财政政策 就已经造成天怒人怨的话 我觉得保守党内部 现在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首先最近的这个 包括我们刚才新闻有报 所谓的这个 最新的一次的民调显示 工党的支持率已经到56%了 而保守党现在只有20% 足足差的36个百分点 因此现在当然 按照保守党的党章而言 你才刚才上任一年内 是不能提不新能动议的 但是已经有近百位 这个保守党的议员 已经用公开 或者是用其他方式 就是要求这个特拉斯下台 所以我想接下来的 他的命运会在这一两周内 就能够被揭晓的了 是 如果真的是要换掉他的话 所以保守党已经有开始 有一些名字出来 就是上一次跟他一起竞争的 SUNAK 现在他的呼声是最大的 假设这样子的话 假设不要进行大选的话 因为有一种声音说 那不如解散吧 工党就很希望 解散我们重新来过 这个时候工党可能就有机会 重夺向位 如果你不要进行这样的一个 全国大选的话 因为全国大选又回到我国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 在经济艰难的时候 你还来大选 那又是浪费工奴啊 诸如此类的话 那就保守党内部自己处理好 对 就可能的方式是 要让这位女士自难而退 然后保守党就顺势的推出 之前跟他一起竞选的 竞选的SUNAK SUNAK就来接相位 这也是一个化解危机的方式了 那当然前提就是说 他本身要先自己下台 是 OK OK 感谢观看